把情怀装进于王里 东华和凤九终于到了莽英的王宫 比起之前那个黑漆漆的山洞 眼下这个王宫不知道要贵弃多少倍 只是莽英早就逃之夭夭 凤九问小夭 小夭们也疑问三不知 只说莽英走之前交代 这段时间北荒的一切事 都可以全权交给大大王处理 这大大王 正是他青秋白凤九 小夭们很是上道 直接孝敬了很多精品乖国典型 出来给东华凤九 带吃的都打了个宝格 凤九才问东华 李军要怎么处理这条鱼 直接交给姑父吗 东华微微一笑 大鱼还在外面 小鱼就乖乖待在网中吧 刚说完就听到 困在网中的情怀哼了一声 你们就死心吧 兄长不会来救我的 我在他心中 分量没那么重 凤九拿着橘子走到他身边 一边吃橘子一边压倒 我怎么看你还满脸委屈的样子 我且问问你 你们放着好好的东海皇子不当 要造什么反 而且选的盟友都那么不靠谱 你难道不知道南荒魔君是我兄弟 北荒妖王是我小弟吗 清淮突然对着凤九应策策一笑 正是因为知道他们与帝后美人有这层关系 我和兄长才去找他们合作 凤九一愣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清淮突然闭上眼不说话了 凤九去问他你怎么不说话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 结果东华手一挥 这清淮连人带网就飞走了 凤九问东华 立军你把他弄到哪去了 东华淡淡道 看他对你说话的态度看得我心烦 这王公后院有个池塘 让他在里面泡泡水 那帝君知道方才清淮的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是冲着我们来的 东华握着他的手 莫担心 且静观其变 不出意外 今夜北方应该会很热闹 果然过了一会儿 除了凤九的姑姑姑父白浅夜华 还在休养生息的墨烟少晚 这四海八荒许多 有头有脸的神仙 突然全部来到了北方 连连颂都来了 趁重先去参拜东华的功夫 凤九悄悄把连颂拉到一边 今日是什么大日子 怎么这么多神仙都来了 连颂打开扇子笑道 不是帝君请我们来的吗 帝君突然要在北方开谈论道 众先难得有瞻仰帝君风采的机会 自然都来了 凤九那么道 怎么帝君没跟我提过 连颂将扇子支柱脸 有些贼兮兮道 这北方曾经镇着盘古大帝的金魂画作的盘古石 帝君便想借着这一方宝地 将北方的灵力收集起来打造出一件力量比盘古石还要厉害的宝物 也请仲先来做个见证 我也是来瞧瞧热闹的 想来帝君打造的宝物 哪个不是惊天地气鬼神之作 能亲眼见证它出事 也是一件莫大的信事 凤九更加糊涂 可是帝君没跟我说过啊 连颂安慰他道 或许帝君这件宝物是要送给你的 不告诉你 是想给你一个惊喜 不过你千万不要跟帝君说你已经知道了 我怕他会赶我走 连颂神神秘密地说完 就不知道溜到哪去了 凤九在院子里找到了东华 彼时他正对着月光在世间 神剑仓河 紫衣白发神君 凤九瞧着这幅圣景 有些看呆 等他回过神来 他走向东华 帝君怎么好端端的在世间 东华微微一笑 太久不出窍 怕这家伙会生锈 这里的灵气不错 给他吸收一下 沧合剑发出一声不满的剑鸣 他可是永远不会生锈的 凤九哼了哼 帝君定是有事瞒着我 东华笑了笑 我会瞒着你什么 现在不是不管我去呢 都带着你一起去玩吗 凤九嘴巴嘟嘟起来了 三殿下都告诉我了 帝君把仲仙召集至此是为了打造一件了不得的宝物 我却从未听帝君提过 东华捏了捏他的小脸 因为那是我骗他们的 所以自然没必要跟你讲 凤九 东华继续道 老亲受其母亲影响 恨毒了天界仲仙 他造出极光雷来 就是想来各一时巨坟 若他跑到九重天去 肯定会捅出大篓子出来 不如我就把所有的神仙召集到北荒来 一个情怀可能吸引不到凹青露面 现在这么多神仙在 我就不信那凹青不心动 凤九恍然大悟 所以帝君就找个能打造出旷世宝物的由头 把这些神仙们都吸引过来 帝君 你好狡猾啊 东华刮了刮他的鼻子 这叫谋略 凤九干笑 那我替姑姑和姑父谢谢你的谋略 极光雷已经毁了半个魔族 东华就是要以最小的代价 将他们彻底消失在北荒 从此四海八荒再无隐患 凤九想到这眼睛发亮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去搜一搜 说不定那凹青已经悄悄混了进来 谁知刚说完 他身子一清 已经被东华横抱起来 先去休息 明天再说 以凤九对东华的了解 他定是要将自己哄睡了 然后独自行动 虽然凤九对东华的本事绝对信任 但在南荒时 那极光雷爆炸的威力 带给凤九的心理阴影还在 他也不敢保证 东华这次能完全安然无恙 便撒娇道 义军 我不困 我不想睡觉 东华仍然抱着他 那小白想去做什么 凤九搂着他的脖子 方才来的时候 觉得如今北荒的夜景甚美 可惜忙着对付敖青和清怀 没有欣赏够 不如我们现在再去好好欣赏一番吧 凤九说完 东华已经带着他来到城中大街 此刻天色已晚 那些出来摆摊的小妖们都收摊回家了 街上没有吆喝热闹的场景 只有满街的花灯 河头上的圆月 这样反而能更加欣赏到 这座脱胎换骨的城池之美 这是我和帝君塑造出来的北荒 我一定要好好守护他 凤九想着 然后对帝君道 在这里走着难免被四周的房子挡住我们的视野 不能欣赏尽兴 帝君 不如我们直接飞起来吧 这样更能痛快地赏景了 东华今夜对他是百依百顺 说完 就拉着他的手飞向了半空 凤九一边飞一边看 这极光雷到底会被敖青藏在哪呢 东华将他的小心思都看在眼里 只是看破不说破 便道 小白 想不想去当初找到盘古时的那个洞里再看看 凤九眼睛一亮 对了 估计北荒再没有比那灵气更充沛的地方了 用来掩盖极光雷的气息再合适不过 他高兴地在东华脸上亲了一口 帝君 还是你聪明 王英倒是知道不忘本 曾经安放盘古时的山洞被他改造成了一个祠堂 还立了一尊盘古的神像 只是凤九瞧着那盘古神像旁边 还有另外两尊神像就顿了顿 这两尊神像竟然是东华和他自己 而且每尊神像前面都供奉着香火 凤九的神像前面的香火竟还是最旺的 这是凤九第一次瞧着自己的神像 他看了看 叹道不知道这是谁打的 手艺不错 东华脸色却不是很好看 原来网鹰那小子逃走是因为这个原因 凤九没听明白 什么原因啊 东华帮他捋了捋头发 没什么 是我的小白太招人了 恐怕在某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凤九反应过来了 干笑道 哈哈不可能 那个网鹰胆子那么小 他就把我当成他的老大 哪里敢 东华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打量着这个刺堂 发现在盘古神像后有一个类似机关一样的按钮 关键是这个机关按钮还是一只九尾红狐狸的形状 这下凤九都在心里流冷汗 那个网鹰的闹胆子真那么大 敢把主意打在他身上 他偷偷看了一眼东华 发现他瞧着这只九尾红狐狸明显脸色变得更臭了 他连忙凑上前去 看来网鹰真的对我这个老大很尊敬 呵呵 他一边干笑着一边主动去转九尾红狐狸 果然听到咔嚓一声 一道暗门缓缓出来 便是通往山洞的入口 这山洞中没有了旁古石 但凤九还是能感受到里面澎湃的灵力 而且还比以前开阔了不少 显然是比莽鹰大力改造了一番 想到这里可能被放着极光雷 凤九直接握住了东华的手 东华看着他微笑 害怕了吗 凤九摇头 我是想保护帝君 东华神色出现一丝动容 他将凤九拥在怀里 放心小白 我不会让我们有任何危险 这个山洞虽然比从前开阔了 但还是九区十八弯 走了好久才找到当年存放盘古石的那个灵台 灵台上现在放着一盏七彩莲花灯 东华一看到这灯目光就驻足在上面 凤九问 帝君 这灯有什么问题吗 东华道 莲花 是魔族从前最爱供奉的花 凤九心中意紧 帝君的意思是这莲花灯是敖青放进去的 他忍不住往四周看了看 很怕敖青此刻就藏在某个角落 随时要来偷袭他们 东华抽出仓盒剑 竟是直接一剑劈开了那莲花灯 凤九稍微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不是用手去碰 那莲花灯被仓盒剑劈成了两半 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密室 等密室的门打开 凤九一看就大呼好家伙 起码几百个极光雷堆在里面 后面响起一个清冷的声音 当初帝君在南荒 魔族找到的那几十个极光雷都把魔族炸掉一半 如今这五百个极光雷 若是我现在点燃 帝君认为他们能不能炸掉 半个四海八荒和帝君这个天地共主呢 凤九回头 果然看到欧清初现在他们前面 东华微微一笑 原来你们搞出这一切 真正目的还是为了对付本君 毛青道 只要有帝君在 那些不满现在天地秩序 像换一番乾坤的人便永远没机会 帝君主宰这四海八荒已经数十万年 作为后辈 我认为帝君是该和那些上古神奇一般羽化了 凤九被他的话气个半死 直接骂道 做你的春秋大梦 就算你的孙子 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羽化了 我家帝君还能活得好好的 我家帝君主宰这四海八荒